台湾羽球后戴子瘾奥运最后一战 不敌老友泰国羽球好手伊瑟农止步八强 两人在赛后相拥而泣 伊瑟农也在IG上上传了两人的合照 写下友谊长存令人动容 而这回小戴全程戴上上阵 随对医师也心疼的发文 透露小戴坚持完赛的担任原因 台湾羽球一截戴子瘾奥运最终战 第36次交战老友泰国羽球好手伊瑟农 全程戴上打完遗憾落败 两人赛后紧紧相拥而泣 沉淀一天之后 伊瑟农也在IG上传他跟小戴的合照 两人面对镜头 伊瑟农比了一个赞 而小戴尽管红了眼眶 还是高兴的比出了耶的手势 笑得灿烂 而伊瑟农更在贴文中用英文写下 友谊没有期限再次感动无数网友 更有不少台湾网友留言祝福 交给你拿冠军了 这样小戴连两届奥运就只输给冠军而已 也有人给予鼓励 希望他一定要撑到最后 其实我觉得打到伊瑟农 也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结局 毕竟他们是在赛场上 命运纠缠了这么久 可以在这边划下去的之后 好好地休息 伊瑟农知道自己的卡是有问题的 他们都拿着五六天虎了 只能在那里站在那里 大家也知道 他自己也很辛苦 好 知道我们中间的团队 都有一直对他的卡关心和照顾 迎忍着伤识 小戴在赛后才吐漏 即便到了法国还没办法正常跑动 隋队医师郭纯恩也在脸书心疼发文 对小戴说真的辛苦了 相信他是为了替想看小戴打奥运的大家 完成这个愿望 大过于对自己的期望 认为这样的决定很勇敢又很贴心 也让大家很舍不得 美国在台协会也发文 直呼小戴奋战到最后一秒 依旧不放弃的精神 深深的感动与启发了所有人 至于我国网球一节谢淑薇搭档选手曹家宜 在奥运女双八强赛碰上捷克组合 前两盘以6比1 4比6打平 超级强时决胜盘 则是以12比14吞败止步八强 但依旧追平我国网球选手在奥运的最佳记录 而赛后谢淑薇也透露 下一届奥运也不一定会再参赛 希望曹家宜能够接棒 2024对很多运动选手而言 是最后义务 但拼劲也让人难忘 记者最后报道